深水埗有旅遊巴被噴油 事發在星期六早上大約7時半 深水埗南昌街250號對開 有巡邏警員發現 涉事的旅遊巴、車頭、車牌和兩邊車身 都被噴上藍色油漆 旅遊巴司機之後回到現場清洗油漆 他說前一晚8時停泊在這裡 翌日早上警方通知車被噴漆型位 現場同一位置亦有幾輛貨車被噴漆 消息指同一個地點前一星期發生同類案件